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腿 今天一樣要來分享 三個子幻想大陸的遊戲資訊 那我今天主要是想來跟大家聊一下 目前版本切後隊的陣容搭配 畢竟我在之前的復刻抽取影片中 我自己都已經強力的推薦各位要抽鄧愛這隻角色了嘛 總不能自己缺不完對吧 再加上很久之前就一直有觀眾 希望我可以教一下切後隊的玩法 於是這陣子我就下了重本 總算研究的差不多了 那先跟各位說一下成績 目前我自己最高可以成功月戰4.7億左右的玩家 也就是說一口氣月的差不多6億左右 然後在同等戰力區間的戰鬥幾乎不會輸 輸的情況都是有明顯差距的心情 那等等介紹的內容裡 如果我有講錯的部分 都歡迎各位糾正指教 畢竟我只是個普通人而已 一定會有說錯的時候 接下來在影片開始之前 後台數據告訴我說 目前還有將近七成的觀眾還沒有按下訂閱 再麻煩各位大大們幫幫忙啦 好那我就不嘗試 直接先把隊伍構成放給各位參考 再來講解細節的重點部分 然後各位要注意的是 我接下來要介紹的畫面中這個隊伍 它有非常多隻搖擺位 玩起來的打法也都略有不同 所以我真的非常建議各位 千萬別快轉一定要仔細看完 首先我們在隊伍的1、2號位上 可以選擇鄧愛或是泰史詞 至於只有一隻的玩家們 我稍後會介紹白方建議 那1號的話我個人是比較建議使用鄧愛的 只要在降魂、降魂與寶物都有正確的情況下 我們突擊型武將是可以在開宇宙使用怒弓的 那鄧愛的怒弓 它可以對對手的角色 施加降低30%抗暴力的提醒效果 所以這樣對手就比較容易受到我們的暴擊嘛 而且這些目標每次受到暴擊時 都可以讓鄧愛恢復100點怒氣值 重點是鄧愛怒弓時 除了會提升自己的暴擊傷害以外 每回合鄧愛放完怒弓之後 可以讓我們全體隊友在攻擊對手的後排時 也提升40%的暴擊傷害 因此率先讓鄧愛發動怒弓是相當重要的事情 那不用說有了換魂之後 鄧愛本身的傷害大幅提升以外 而且還能帶動整個隊伍的傷害 所以1號位選擇鄧愛 是我個人目前最推薦的人選 接著2號位我們才放上泰瓷 因為他怒弓在對手的血量低於50%時 會有額外提升 這樣就可以鄧愛出手之後 讓我們的泰瓷瓷來收割 接著3號位就是選擇使用雷霆趙雲 那我們要讓雷雲上場的話 最少一定要有三火拆星 只要沒有的話 我就不建議上場使用 那我們選擇雷雲的重點是他的SP技能 那我們的羈絆選擇的是諸葛亮的話 就可以讓雷雲開局使用龍魂技 讓我們整個隊伍除了雷雲以外 都可以擁有龍盾效果 這樣在面對大部分的隊伍時 都不用擔心會被秒掉 但如果遇到切齁的話 那就不好說了 接下來4號位選擇曹P的重點就是 迴怒效果 因為我們這個隊伍有帶上王毅 所以曹P可以加快全體的節奏 再來5號位選擇蔡文基 是為了增加他的兵器 他的3次索寫可以讓我們前排輸出比較安全一點 最後王毅一直都是切齁隊的熱門人選 尤其是鄧愛加強之後 地位又有上升一些 因為他的所有效果 都會讓衛國的武將翻倍 不論是五星的暴擊傷害 還在換武的三種能力都非常厲害 所以我還是蠻推薦選擇王毅的 那替補的人選方面 我們結尾的時候再來介紹 因為真的還蠻多隻的 那我們這個隊伍的玩法就是 首先利用雷雲開局使用龍魂技 來保護整個隊伍 接著鄧愛也率先出手提升傷害 如果能秒掉對手的話死最好 萬一不行我們還要派死池來幫忙收尾 然後只要對手有一個單位陣亡 我們就可以利用王毅跟曹匹的回怒能力 來讓怒功再次轉好 當然就可以無限出手直接帶走對手 接下來神兵方面第一把的手捲肯定是核式幣 只要擁有核式幣 強度就可以提升非常多 所以強烈的建議要有會比較好 不過使用的條件必須是五星才行 至於沒有的玩家們就可以選擇浮頭 接著第二把跟第三把的話 看你們要葫蘆仙還是色日攻仙其實都OK 但通常順利的話 用不到第二把神兵 遊戲就已經結束了 然後我自己是建議斧頭1、色日攻2的搭配 這樣打起來比較過癮 再來靈寵的部分 首先主戰的話 我唯一建議使用九尾 因為他的效果是 會優先選擇血量較低的單位來攻擊 而且只要低於百分比 還會額外追加傷害 所以對於我們這種打倒對手來回怒的隊伍來說 九尾是目前最適合的人選 然後助戰方面最強的搭配 我認為是玄武加白虎 首先玄武在助戰的時候 可以讓我們的怒弓打處於護盾狀態的對手 痛非常多 五星最多可以提升4%最終傷害 然後只要打破對手的護盾 還可以恢復最大生命值和驅塞異常狀態 所以超級推薦 尤其在面對目前出場率很高的高瞬時效果絕佳 但要注意的是 雷雲的龍盾不算在內 他屬於減傷BUFF並不是真的護盾 至於白虎的話 我一直都說他是滅對相當重要的靈寵 我們這個隊伍開局就可以使用怒弓 因此第一個回合就可以發動白虎之怒 來累積提升攻擊力和最終傷害 然後因為攻擊次數很多 所以很容易累積到三成或五成來追加怒弓 因此九尾加玄武加白虎是目前最頂級的滅對掛件 那沒有的玩家們也可以選擇熊貓或是青龍 這兩隻也是跟傷害有關的靈寵 算是第一階版的替代品 OK接下來潛能的部分 首先鄧愛跟害死詞還有雷雲 我都會選擇二二三二配一 這個潛能搭配千萬別改 尤其是第三排的凱哥 少了這個開局的戰鬥力會下降很多 接著曹P跟蔡文基 如果要防範對手也是切後的話 就記得選擇一一一一配二 至於攻擊型就是三二一三配一或二 最後王毅的話 防範切後就是三二一三配一或二 至於平傷害的話則是二三一一配三 接下來裝備的部分 有幾個細節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如果你們靈寵有帶白虎的話 就記得把你們最好的武器 裝給鄧愛或是泰史詞 讓他們擁有最高的攻擊力 因為白虎的效果只會給攻擊力最高的那位武將 至於沒有帶白虎的話 我會建議你們可以考慮把曹P跟雷雲的攻擊力撐到最高 這張貂蟬的怒弓跟九尾的助戰魅惑 就絕對不會打礙鄧愛跟泰史詞的身上 因為這兩個效果都是優先找攻擊力最高的單位 當然如果你們不怕魅惑的話 就一樣讓兩隻輸出拿最好的裝備吧 再來戰魂方面 鄧愛、泰史詞跟雷雲這三隻武將 選擇長驅直入、堡壘衝擊或是若倫突襲 這種攻擊型的都ok 至於後排的三隻武將 看你們要全部都帶怒滅、聯西還是破皮神中 我覺得都可以 然後曹P的話 建議用若倫突襲傷害會還蠻不錯的 然後王毅想補傷害的話 也可以帶攻擊型的戰魂 最後換武方面 只要有開放的就一定全部都要帶 不然就沒有必要讓他們上場 尤其是鄧愛跟泰史詞 只要你們想玩氣候的話 最少最少一定要有其中一把 不然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王中當主C 但這個我就沒有測試過 所以能不能用我就不清楚了 接下來我來跟各位介紹替補人選 不過戰衛方面你們可能就要自己調整一下 首先第一隻是諸葛果 它可以增加我們的怒氣循環讓節奏加快 然後要注意的是 記得放在男性武將的前後 接著第二隻是大喬 不過它玩起來比較像雙管旗下 我們的鄧愛跟泰史詞很容易爆擊 然後出手次數又多 所以很容易讓大喬打滿普攻追擊 不過整體來說推薦順序在很後面 再來第三隻是貂蟬 它重點就是開局跟怒攻的魅惑 主要用途就是拿來打內戰用的 看誰運氣好先控制到主C 誰就能拿到有史 接下來第四隻是高順 這隻角色我個人算是相當推薦 可是它怒攻給予的無視防禦跟暴擊傷害 對於切後隊來說本來就是相當好用的能力 然後開局的後身護盾加護盾炸開的機率暈眩 不是打內戰還是其他隊伍時也都擁有不錯的效果 所以你們只要有幻武高順的話 是可以上場使用的很強 再來第五隻是趙雲 它在這次更新幻武之後 又大幅提升了內戰的能力 基本上只要把他擺在後排 遇到切後隊時是相當容易拿下勝利的 但缺點就是昂貴 而且在打其他隊伍的時候效果忽忽而易 接下來第六隻是夢霍 它一直以來都是切後隊的強力掛劍 開局就能給予對手異常狀態 在加上覺醒之後 最高可以提升20%的傷害 讓弱點突擊變得更強 所以還是很好用的 最後一隻是郭家 它的用法就跟夢霍一樣 主要就是給予對手異常狀態 讓開局可以打得更痛 其他像是陰姬、董白、商聊 這隻角色其實也有上場的空間 但由於我自己的練度不足 所以就沒有去測試他們的強度 那如果有玩家使用之後 覺得不錯的話 也都歡迎留言跟我分享 那我們這個隊伍的玩法 是以極限滅為主 先把各個國家的滅撐到最高 最後我會放到機場實測片段 給各位參考 然後感謝白大願意跟我分享的資訊 火腿希望這次影片有幫助到你們 我們下次見 掰囉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